同一與富邦去戰 吃的羊頭布魯斯在前三局 偷得虎虎身風 四局沒偷完已經送出了八張老K 而且已經抓下了兩個出局數 也看就要順風順水 安全下裝 沒想到之後卻是一夕間風雲變色 連續被楊成俊 徐玉成 以及張瑞麟敲出安打 一口氣丟掉了三分 但雙方像是說好了一樣 你不得分 我也不攻 你得三分 我就要加倍奉還 四局下半途到富邦先幫頭手 范玉宇遭遇亂流 先是三類手的守備失誤 讓打者一口氣攻佔的得點圈 接下來又投出了四位九寶宋 鄭凱文 高國旗連續安打串聯 先追回兩分 漢全交代團緊急換上第二任投手羅華偉 沒想到他卻是提了汽油桶上場救火 又被小鄧鄧 鄧志偉 以及羅國龍連續敲出了安打 再掉兩分 比數已經被超前了 羅華偉這個半局的惡夢還沒結束 接著又是寶宋幾成的滿累 這個半局第二路上當打擊了莊俊凱 一棒掃出了左外野四十的安打 再下兩成 總計時的這個半局靠著五支安打 以及對手的失誤級寶宋 倒打了一波六分大局 戰況也瞬間珠陽變色 同一家第七局在天得分數 一度取得七比三的搖搖領先 沒想到富邦漢將果然夠漢 八局上半 又是靠著四支安打串聯 其中備受期待的李宗賢 各是敲出了最名比數的三壘安打 雙方七比七 再度戰爭了平手 同一世代八局上半 靠了鄭凱文的四十安打 一舉超前比數 只要守住九局上半 就可以收下勝利 推出了陳韻文上場關門 沒想到門沒關城 還上演了小劇場 被攻占上了蠻淚 交流團經過緊急推出了 左頭邱子凱後援 但沒想到徐玉成一棒打穿的中間防線 而這次安打帶有兩分打點 又將比數變成了九比八反超 同一次隊在九局下半 反撲無力 最終就是一分隱恨 也結束了這場打擊大混戰 回來提訊完吳俊奎 王樂欣 綜合不到 主要的功夫